这个人这一辈子 还能是多少好日子 如果说除去什么 除去老年 除去什么 除去老年的时光 不能多 除去老年的一些时光 除去蒙头的时光 读书上学蒙头的时光 你会发现人真的 不是太多 能够什么 能够有自己的作为的时间 真的相对来说特别少 这什么去掉白天 白天黑夜又去掉一部分 休息睡觉的时间 再去掉一部分 人生真的能可干的 可动的时间 可干事的时间 真的相对来说真的不多 人生真的短短几十年 人生真的是短短几十年 前二十年 前二十年可能你在上学 前二十年可能你在上学 后二十年你可能什么 升级技能都在下架摇老 后二十年在摇老 对吧 再除去黑夜白天 再除去一部分 再除去一部分 如果说你你这个人活的 又相对的说 又有点纠结 有点情绪 再除去一部分 对不对 人生的好日子也就二十来年 人生的好日子也就二十来年 有些人的好日子 人生有些人是把 把有些的 这个人生的二十来年好日子 过得什么 精彩 有的人把那二十来年过得什么 痛苦 有很多女 越发是当代很多女性 对不对 有当代很多女性 你会发现在网络上 很多人在抱怨 大部分女性在抱怨 也许他们抱怨是一种潮态 他们抱怨是一种潮态 女性的抱怨和男性的抱怨 可能不一样 女性的抱怨 仅仅是因为什么 有负面情绪 他们需要通过抱怨来 抱怨出去 反正什么 我现在很少去 我现在很少去关注 这一块的东西了 以前还曾经关注过一段时间 现在很少去关注了 因为没有实在意义 这就像公朝里边 那些经常抱怨的人 经常会抱怨 经常抱怨的人会经常抱怨 他们不会改变的 他们不会改变的 而那些不抱怨的人 他们在默默的努力付出 然后什么 撬槽了 他们撬槽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经常抱怨的人 在公司里边经常混日子 这是一种普遍形象 经常抱怨的人 在公司里边混日子 经常抱怨的人 在生活里边也是混生活 而那些什么 不抱怨的人 他们在悄悄的努力 然后什么 换 跳槽了 然后换了一个 环境 换了一个更好的环境 换了一个更好的生活 对不对 这个世界是没有谁 离开谁 不能活 这个世界没有离开谁 不能活 你如果是觉得 这个生活不好 你可以一个人独立去活 我们一边什么 依赖别人 一边抱怨别人 不能给你别人 不能给你什么 美好的生活 这种思想 本身就是错误的 本身就是错误 本身就是扭曲的 对吧 所以人这一辈子 到底能生多少好日子 也就差不多20来年 整整这一件 也就20来年 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20来岁毕业 你差不多干到40来岁 干到40来岁 如果说你真的 干到40来岁 就不想干了 如果说你30来岁出生社会 你干到50来岁 也就不想干了 如果说你40来岁 才去出生社会 你会发现 你干到60来岁 收起干费了 干到60来岁 收起干费了 这是一种生活潮态 我上一代 我舅舅那批人 我舅舅 姑姑那批人 他们那批人 很多人是一位 很多人啊 在工作的过程中 不注意 不注意 什么 自己的生气 很多人 什么得了不好的病 就是他们那一代人 很多 是这样的 不是我 不是说我的提起 是跟我 我姑姑 我舅舅他们那 头一批人的 很多人是得了 赖病种的 就像我们厨子里边 我同学他爸 五十几了 五十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他妈 很多次是 这样的 什么 就是五十来岁 就得了病 走了 看了 看了好几年 拖了好几年 茄花没了 人也没了 茄花没了 人也没了 对吧 就很多时候 遇到这种 情况是很普遍的 就我 我这些年 什么 发生我这些年 经常不回抽 偶尔回一下抽 我爸妈就跟我说 我们抽子里边 谁谁谁又没了 我说 这岁数不大呀 就现在你会发现 越来越多 好像是 好像是什么 人 好像看起来 好像是比过去的 年龄能活的时间久了 但是什么 很多人 得赖病的几率 越来越高了 就活着活着 好好的 然后人没了 活着好好的 人没了 就经常遇到这种 就是说 我们太多人 什么 活的太过于 辛苦了 对吗 我们太多人 生起苦 生起苦 不可怕 可怕的是 辛苦 真的 生起苦 不可怕 可怕的是 辛苦 这个心 心照的心 生起苦 真的不可怕 可怕的是 辛苦 脑 脑袋苦 精神 灵活 有太多人 说 过去是幸福的 过去幸福 是因为 相对来说 比较 我们比较的少 攀比的少 为什么现在 很多人不幸福了 很多人 因为什么 我们现在很多人 攀比 乘风 攀比乘风 欲望太盛 欲望太盛 对吧 就我一个普通人 我毕业 普通大学毕业的 我对于这 我对于生活 生活这一块的要求 就是什么 一辈子 一辈子 活的时间 相对来说短 相对来说短 不会在一个公司里边 什么 熬到老 不会在一个公司里边 熬到老 就是 我们挣钱 我们相对来说 我个人挣钱 真的 在 在一定数量 以理 你觉得 你觉得挣钱是重要的 还是生活是重要的 决定了你以后的几十年的日子会苦还是甜 对吧 这是很多人要想听 这是许多人要想清楚的 你觉得未来的人生是 未来的人生重要还是现在的人生重要 你觉得未来的人生重要 生活重要还是现在的人生重要 你觉得未来的生活重要还是现在人生活重要 你要做出选择的 你要做出选择的 对吧 他俩是同等重要的 他俩是同等重要的 如果说你现在生活不好 未来必然不会好 对吧 你现在你认为现在生活不好 未来必然不会好 这是一种市面上的认知 这是一种市面上的认知 苦也可以什么 苦也可以把生活过得红红火火的 对吧 苦也可以把生活过得红红火火的 对吧 有太多人什么生活相对的说没那么苦 但是他把生活变成 他把生活 他把什么 生活的苦 什么 变到了自己的脸上 借谁都是绷着脸 好像别人欠他钱 人就是什么 笑一笑 十年少嘛 对不对 该经历的东西真的 你避免不了 该经历的东西 你是避免不了的 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不要把这种苦 让生起的苦变成辛苦 甚至变成什么 精神上的苦 我们太多人什么 太多人什么 生穷 心也穷 太多人生穷 心也穷 然后什么 命 把自己的命变穷了 太多人生苦 心也苦 生穷 什么 心也穷 对吧 富足 很多人什么 心特别穷 心不富足 知足 要知足和知不足 你要我们搞清楚 这个足是什么意思 知足和知不足 这个足不是物质上的足 对吧 这不是物质上的足 不足 不足的 不足的不足 是指什么 是指自己 知识上的 认知上的不足 有太多人什么 去不去 扎扎实实 去理解一些 什么 我们过去的文化 去什么 去通过别人的 三爷俩语 就想要什么 搞清楚 传承千年的文化 通过别人的三爷俩语 就想要搞清楚 传承千年的文化 这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哪有这么好的事 对不对 所以现实生活中 我们人什么 好日子还是坏日子 还是好日子 还是不好的日子 都要把它过好了 都要把它努力的过好了 不管是好日子 还是不好的日子 都要把它努力的过好了 对吧 这是我们别无选择的 这是我们别无选择的 不好了 我们不能什么 讨下不动坎 是不是 就像我 过去什么 老话说得好 是不是 遇到困难了 你不可能什么 裹足不起 你还该什么 该面对人生 该面对生活 还得面对生活 苦也是一天 休息也是一天 为什么不把你的生活 过得好一点 这是一种思维上的认知 很多人说什么 我们当代物质丰富了 很多人的精神没跟上 是很多人的精神 一直没跟上 是很多人的精神 一直没跟上 我们太多人的精神 是很弱的 很弱的 对吗 我们很多人的精神 是很弱的 穷是 穷是我们不可 避免的 穷是我们不可避免的 我们不要把这种 穷当成我们的痛苦 当成我们一辈子的痛苦 你如果把穷当成 你一辈子的痛苦 这才是可悲的 这才是可悲的 对吗 努力把自己当下的日子 过得浑浑活活的 这生意就特别好的 就我们家里过去 真的是 再浓缩 我觉得我过去那种生活 真的 过去那种生活模式 真的挺好的 挺好的 我爸妈过去的那种精神状态 也相对来说特别好 相对来说也特别好 就是我做的很多事 不仅仅只是为了钱 还为了生活 而什么当今时代很多人 什么仅仅为了钱 然后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 这是特别可悲的 这是特别可悲的 对吧 如果说真的 如果说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特别辛苦 你一辈子都会过得痛苦 这是两个概念 生苦不怕 辛苦才怕 对吧 辛苦才怕 谢谢大家